今年的十大财经爆点 带您一起来看了 那我相信穿着皮衣的那个男人 黄仁勋一定是大家都不陌生 那今年也是因为他 那也成为了AI的延年 那他逛夜市跟小餐馆的生意 更是被时代杂志评选为 AI百大的影响人物 好那这一波AI热潮席卷之下 还有另外一位前阵子话题性 也是相当的高 就是这位广达的董事长林百里 在今年AI题材的加持之下 广达的股价最高是标涨到了 百分之两百八十六 根据彭博亿万富豪的指数显示 林百里的身家已经是超过了百亿美元 我们换算成台币 就是超过了三千一百亿元 大幅领先排名第二的 长春集团创办人林书宏的 两千四百四十二亿 那随着AI题材不断的带动之下 相关的族群也随之走强了 我们来看到台股的加权指数 在睽違31年之后 再度超车港股指数 目前的差距大概是落在了 一千点左右 那尽管说两地的股市 股份数量跟市值都是不一样的 但是相较于港股一路走跌 台股是频频改写了 今年的新高表现是相对出色的 再来还可以关注到 今年九月高尔夫仇制造厂 民阳的大火造成了十人死亡 超过百人受伤惨剧 酿成的这个损失赔偿 总共是来到了13.29亿元 也酿成了名阳前三季亏损6.85亿元 每股惨亏12.97亿元 那已经算下来是亏损了超过一个资本额了 还有再来看到泰山 泰山是台湾老牌的食品厂 大家应该都不陌生 其上的仙草蜜 八宝洲都是家喻户扫的产品 不过这回却是爆发了堂兄弟内斗的戏码 最后是由龙邦集团成功拿上了经营权 好那今年除了泰山益主 昨天更是有一颗产业界的震撼蛋 就是台积电的董事长刘德英要退休了 昨天台积电董事会就发出了声明稿表示 刘德英将不再参与下届的董事提名 而且会在明年的股东会后退休 好那谁来接手呢 其实他也推荐了目前的总裁 也就是兼任副董事长魏哲嘉来出任 不过整体是要等到明年的股东会结束 才会正式的做公告 好不过看到这里一组的 其实不只有这两个企业 这场震撼金融界的新光金经营权之争 当初也是闹得轰轰烈烈 在今年新光金因为子公司新光人寿的亏损 所以股价是一路的低迷不振 那当股东就受不了了 有董事洪世奇领军结合了老三吴东亮来掌握股权 所以就一举拿下了过半的董事席次 那这也让创办人吴东静痛失经营权 而他的女儿吴馨如也在当天股东会后 就辞去了总经理的职位 那再来我们把镜头转到了国外 那你来关注到国外的财经世界 受到中国房市崩盘的影响 今年不少的房地产巨头都爆雷了 像是恒大乙方的房市危机 今年是持续的延烧 以往有模范身之称的碧桂语言也跳票了 还有老牌的资本公司中植集团 也陆续发生违约事件 被称为中国版的雷曼风暴 好那再来看到 苹果在今年也推出了 iPhone15跟第一款同袋装置引发轰动 联准会也宣布了明年将会降息 带动了黄金的现货 在这个月的一月初 是飙上了历史新高 每盎司是来到了2135美元 而这样的黄金牛市专家也分析了 可能会一路持续到2024年 以上就是今年的十大财经焦点 跟你做分享了 今天晚上就是第一场 公办电视总统政见发表会了 国民党的侯友宜 民进党的赖清德 以及民众党的柯文哲 三个人在今天晚上将会面对面 直求对决 那到目前为止 三个人到底都分别推出了 什么样的政见 我们就直接带观众朋友一起来了解了 首先我们来看到 国民党侯友宜的部分 在经济政见方面 他是喊出了 四年内要让来台的旅客突破 1800万人 除了要提高观光产业的处置等级 还要提升观光预算 侯友宜就说了 这个预算应该要逐年增加 15%到20% 那同时他也会鼓励 国外组团来到台湾旅游 扩大给予奖励 至于在能源政策的部分 侯友宜也提出了 2050能源愿景 包含以律永续以核减煤 卖向无媒 节能优先这四大类 那最主要的统一目标 就是要到2050年 近零台湾 而财政政见方面 他也提出了 要立保劳保基金 永续发展 目标也喊出了 每年至少要拨补 1000亿给劳保基金 另外像是劳工的部分 他也提出要逐步调高 劳工的基本工资 以提升至 33000元为首要的目标 最后对于外界最关注的 两岸政见 侯友宜也说了 两岸必须要对话 才能维持台海和平 而且要接受合乎 中华民国宪法的九二共识 好那看完蓝银绿营这一头 赖清德也是提出了不少的主张 赖清德对于两岸议题 除了遵循蔡英文所提出的 四个坚持立场 他还是加码提出了 和平四大支柱 他就说了 不只要建立台湾的威舍力 还有经济安全 也要稳定有原则的 将两岸的关系处理好 而在产业能源这一块 赖清德其实也算是 延续现有政府的施政方向 宣誓要持续的推动 非核 减煤 增气 斩绿的 能源转型工程 他是喊出到了2026年 能源配比要达到 再生能源20% 燃煤30% 还有天然气50%的目标 至于在财政金融方面 他也说了 他会促进AI产业化 跟产业AI化 他会打造一个 前瞻科技研发平台 带领台湾走向世界 最后在针对教育文化这一块 赖清德也公布了 0到22岁投资未来世代的证件 针对6到18岁的 国小国高中生 他主张推动要双语教育 可以是英语 也可以是日语 等其他国家的语言 让小朋友有机会 参与国际化的学习 好 那最后 坑文哲这里 他的证件是什么 因为最近其实居住正义 算是蛮热门的话题 所以柯文哲针对这个 也提出了三多例 从设斩 税制 还有租屋补贴 三方面来下手 而在两岸主张这一块 其实柯文哲一直以来 都是没有明确的表态 他只提出了五个互相 互相认识 了解 尊重 合作 以及谅解这五项 那在产业发展这一块 柯文哲也同样是说 台湾一定要产业转型 搭上人工智慧 最后在税制改革方面 柯文哲也提出了四项方针 除了要重建补助款 也要规划地方财政要自主 也要宣布财政纪律 不要再胡乱撒币了 那以上就是三位候选人的证件 今天晚上三人将会如何发表 擦出什么样的火花 我们将会持续的带您来做追踪 今天是倒数24天了 中选会也在今天早上 举行了部分区立委政党 号次的抽签 蓝绿白三方是分别派出了 部分区排名第一的代表道场 我们直接带您来看到 今天早上中选会的现场 这一届总共是有16个政党来参加 民进党的部分 像是副秘书长杨艺轩 以及部分区立委候选人 排名第一的林月勤 还有第二名的沈柏阳 今天是代表出席 而在国民党的部分 则是由排名第一的韩国瑜 第五的陈金辉等人出席 最后来看到民众党的部分 则是由排名第一的黄珊珊代表 那最终号次出炉 部分区立委政党票 民进党是抽中了6号 国民党抽中9号 民众党则是抽中了12号 那三个政党呢 其实也在会后都有接受访问 我们先来看到绿营这一头了 面对蓝白的袈裟 以及近期的民调显示 政党票恐怕会落后国民党 副民主长杨艺山受访时就说了 其实民调都是参考 任何政党都要有危机意识 面对每次的选举都是竞争的 所以要跟选民沟通 希望这次政党票 还是能够维持国会稳定过半 来延长民进党的执政路线 顺利来看到国民党这一头 今天是派出了韩国瑜当代表 抽到了9号 那韩国瑜今天早上呢 是也带着大家在中选会外呼喊口号 中华民国长长久久 希望大家支持国民党 让政党轮替国会过半 而在民众党这一头呢 其实是起内讧了 前秘书长谢立功今天就发话说 其实柯文哲常常就是讲到KPI 其实就是理性务实科学的总称 那如果柯文哲的得票数 没有达到第二名 或是这次不分区立委 没有达到8席以上 谢立功就说了 要请柯文哲的竞选总干事 黄珊珊主动请辞 不分区立委 已是负责 以上就是这一节的推播内容 请订阅按赞 分享环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即使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